关牧村,1953年出生,国家一级演员,女中英歌唱家,代表作《大起手鼓唱起歌》、《铸酒歌》、《吐鲁发的扑汤熟了》等被声中暗,积极富特色的女中英魂厚而富有雌性,包含深情的演唱风格,也受到观众的热情评价和高度赞扬。 1953年,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郊区牧野乡,牧村一个满足家庭里,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以村为名,给他取名关牧村。 60年代之初,中国经历了多年来前所为有的自然灾害,这场现在给每个家庭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年龄幼小身体尚未发育好的关牧村自然也拿逃命运给每个人带来的不公。 但他在忍惊哀恶的困境中,凭着对音乐怀有一种始至不云的神圣信念。 刚上小学的三年级,就报名参加《大天津市小红华艺术团》的声乐辅导和训练,为其专业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1970年后开始代担任天津歌舞团独唱演员。 1989年获首届中国军唱片奖,关牧村演唱的《金风吹来》的时候,获全国农村歌曲演唱一等奖。 电视剧《雏陀岁月》主题歌,《一只难忘的歌》,获全国优秀影视歌曲奖。 1990年参演大兴古典电视艺术片《唐宋风云》。 1998年被国家名为授与民族传决进步模范称号。 2005年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首届中华慈善奖。 2008年11月7日,就被天津师办大学音乐影视学院兼职教授, 2012年关牧村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2016年12月,被列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地世界权委会委员。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演唱人民音乐家《时光难作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铸九歌》《吐鲁发的葡萄熟乐》等作品, 而成为中国飞升中外的女中音歌唱家之一。 作为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使者,她多次出访日本。 美国、瑞典、丹曼、泰国、新加坡、塞浦路斯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被参加艺术交流和演出。 美国有官方念两次要为关牧村办理绿卡,但都被她拒绝了。 她深情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我的根深深扎在这片生物仰我的土地上, 我和我的祖国一颗也不能分离,这就是关牧村的一颗中国心。 美国洛杉矶市政府1992年曾授予她荣越市民称号, 展望未来她豪情满怀地说, 要用歌声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铺路大桥, 品高型资源,转然天地间。 关牧村不仅重视优秀艺术作品的积累提升, 而且更注重北人处事品行的高尚千功。 2005年2月, 关牧村带着礼物和捐款, 前往北京城东松堂欢怀, 看望林中老人。 2008年, 参加有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央电视台等举办的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抗震救灾一眼, 关牧村唱, 美丽的太阳花。 2009年1月14日至15日, 中国文联组织文艺家, 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年竹市河北川县, 举行送欢乐, 夏季曾慰慰演出活动。 2014年12月, 在天津大礼堂举办的美丽天津, 青春之歌公一演唱会, 并自偷摇包向了贺武飞翔文化慈善基金, 捐赠了5万元。 12月19日在天津参加我们的中国梦, 海和情艺术团文化, 经万家系列美丸演出活动。 关牧村的第一次婚姻, 是因前夫事业不顺, 而产生的心理失和, 给关牧村造成诸多困扰。 最终因前夫对他倒打出手, 关牧村选择了离婚。 在关牧村已经不对婚姻抱任何希望, 也正是在自己最失忆的时候, 江洪走进了他。 1998年, 毕竟波折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关牧村的儿子特别帅, 长相颇像其他明星林丹。 如今, 关牧村和江洪的共同爱好越来越多, 旅游, 散布, 会友, 是弄花草, 两人携手共度着美好的晚年生活。 和许许多都与同时代的人一样, 关牧村在生活和事业, 上都历经过不少的磨难, 但他对音乐的职质始终如一, 并最终成为飞升中外的歌唱艺术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